你一条丝的话可以穿多久了 那只要看有没有男朋友吧 盘点那些搞笑采访名场面 你觉得你男朋友说过最真实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我快坚持不住了 我快坚持不住了 让你们变成男的 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诈遍所有的女生 男生最让你心动的地方是哪里 最让我心动的地方 说不说来吧不会 这是可以播的吗 一千万然后一辈子不碰男人 你会怎么选 我不要一千万 为什么 因为我想碰男人 我们俩在一块生活了十几年 家暴了我十几年 然后我们离完婚之后打我打得更厉害了 那你找我们是啥诉求啊 我现在我想复婚 你至今敢告诉你父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连父母都不会告诉我会告诉你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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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笑有道理 小哥哥 我们俩采访你一下 请问你相信爱情吗 这是采访啊 那个这个问题比较严肃 咱们重来一遍 好 小哥哥 滚 你觉得用尿素袋子装行李丢人吗 我觉得有点丢人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史丹利的 如果王思聪追你的话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 非有几个臭钱就那样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喜欢马云那样的 比较平易信任一些 我女朋友一生气就爱摄摇手机 我前段时间买的iPhone 12又摆了10块了 然后呢 然后换了个新的呀 新的怎么样呢 新的 新的挺好 不摄摇手机 不摄摇手机 你做过舔狗吗 没有 你有什么舔狗经历吗 没有 你有心仪的女孩子吗 有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现在还是微信好友啊 还是微信好友啊 昨天晚上聊天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 晚安的表情包 梦都是甜的 叔叔你好 这是你女儿吗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婿 你感觉我这样子行吗 你会啊 可以吗 那谢谢你啊 你今天要是赢了的话 你想让妹妹怎么报答你呢 我说实话 我心里真没有底 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选手 没事 跟他不发生关系 跟我有关系 跟他 就是说你要赢了 你要妹妹怎么 嗯 那个报答你 跟他发不发生关系 都没关系 跟你绝对不会发生关系 哈哈哈哈 哈喽小姐姐 参访一下好了 好 你知道什么样的男生 一看就知道他没谈过恋爱吗 估计是正在看这个视频的男生吧 嗯 嗯